如果大家没有看到灌篮高手没有问题 因为这一次灌篮高手的电影版 是一个比较新典的架构 就是过去没有把这工程良田的故事 描写这么清楚 在电影版写得很清楚 同时也很热写 更在过年的前后 以及过年期间 赚了不少男儿类 很多男生进去看到之后是泪崩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童年 当你很喜欢很热写的一部漫画 被改为是电影 然后还有动画之后 那你的工程良田 也不再是工程良田 当你的工程良田变成林佑昌 历史哥你觉得 工程佑昌啊 那他的材质是谁 那材质大家可能没想到吧 是Coco啊 为什么 因为Coco发文说大战啊 这个实在是很好笑 太崩坏了 真的太崩坏了 其实我觉得林佑昌这个布局 充分显示这个内阁啊 就是党籁内阁啦 但是呢 这个蔡英文正式重新把这个权力 再次拉到一个平衡 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林佑昌或者是林佳 这双0啊 其实是郑国会的 现在的最终的要脚嘛 那林佳龙呢 虽然不在内阁 但他去了总统府做秘书长 我们知道总统府秘书长权力很大的啊 诗验案的时候 诚局靠总统府秘书长的这个权势 硬是把事情给摆平 派公家车去载诗验 结果大家都没事 最后负责的还是吴宗献 不是那个见鬼啦 是那个少校吴宗献 他现在被判重刑喔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说 政国会的权力结构 被蔡英文重新加回了这个内阁里面 因为我们知道 之前林佳龙自己搞砸了 当时发生的所谓的太武阁事件嘛 所以49条人民薄信往生了 这事情其实很严重 所以让林佳龙受挫 但林佳龙确实绕了一圈喔 最后呢 这个蔡英文还跟他肯谈了两次 然后他就回到了来接任这个 所谓的总统委秘书长 前一个是谁 前一个呢 是这个蔡英文的一个亲信嘛 那我们就要想一个问题喔 就是说 现在的民进党到底在玩什么 我觉得有两句话啦 来分享给大家 他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内阁 在党内内阁 其实很明显就在权力斗争 叫什么 以苍生为除狗 以台湾为赛场 那说真的就两个字啊 横批叫做Bi啊 悲哀啊 为什么 你可以看到这整个内阁 刚才 这个杨明哥已经帮我分析的很好了 其实换摊不换药 换的人真的很少 而且你就看到很荒唐的事情啊 徐国勇 然后呢 说因病请辞 然后离开了内政部长 他妹妹徐家庆又补进内阁里面 是怎样 兄弟接力赛吗 兄妹接力赛吗 所以我这讲喔 这整个内阁里面 两无新意 不打紧 事实上最悲哀的是赖清德 赖清德的2024还没开跑 先输一半啊 为什么呢 因为赖清德现在 马上要选举啊 他要选举要有内阁的支持啊 可是看起来蔡英文一点都不想放 比如说我们从几个这个细节来看 等一下我们会回头过来 再谈一下林佑昌这个布局 比如说呢 提到吴钊燮本来跟萧美琴互换的 本来萧美琴呢 要从驻美代表调回来做内政部长 吴钊燮去做驻美代表 外交部长 对 这个对调嘛 外交部长跟驻美代表对调 可是为什么后来没有 听说现在马上要再留任 我认为里面有几个关键啊 吴钊燮讲白了 他的叔叔是谁 独派的大佬嘛 吴李培嘛 那独派其实跟蔡英文是最不合的 我们都知道2019年的时候 四大佬联名通电 就是要把蔡英文给罢处掉 当时呢 还让赖清德演了一出 这个蔡英文出国啊 赖清德在后面背刺的戏嘛 这事情我们历历在目 那叫蔡赖之争1.0嘛 那现在蔡赖之争2.0 本来要这样做 但为什么没有呢 我在想啊 其中一个原因 就很简单嘛 因为萧美琴可以充分代表 蔡英文的个人的意志 个人的关系 个人的裙带 所以呢 蔡英文现在要告诉美国人说 哎 你们现在在出考题给赖清德 我知道 大家还记得之前 Financial Times 之前不是说 哎呀对赖清德是有疑虑的嘛 那当时像郭正在亮哥就说 这个就是美国人出考题了 但是蔡英文现在更聪明了 你出考题是吧 我告诉你 我已经考过关了 哎 我的代理人现在还在美国 赖清德管不管又不重要 但是我告诉你 我蔡英文绝对没有跛脚 我蔡英文绝对可以把你民进党 这个把你 美国民主党交代任何事情 我民进党一定贯彻到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整个 所谓的内阁 他是以人民为己任吗 绝对不是的 他是完全一个派系分娼的一个结果 而且还强化了郑国会 强化郑国会 然后把郑文燦纳将 我们刚才也听到 这个郑文燦他现在有很多布局 他应该会是一个 强大的地下院长嘛 因为说真的 陈建仁在当副总统的时候是无党籍 他根本就是没有自己的人嘛 我们可以看到他只有几个自己的基要 所以陈建仁作为一个表面 而郑文燦作为一个内理的这个状况之下 其实蔡英文这是他怎样 他的最后一张背牌 可以这么讲 因为他的这个党籁墙有几道 第一道本来是郑文燦要上来 可是郑文燦被远在桃园的游志兵 开了一枪之后 被贾伦文案一枪给毙命了 所以现在不能再浮上台面 那第二个呢 这个苏贞昌最后还是挂罐球去了 那其实当然苏贞昌这里面 还是有一些这个过程在教 这个在所谓的切磋的过程 因为我们知道第一时间 大家跑去问陈建仁 就不过就在一个多礼拜之前 陈建仁当时说没有咨询 没有跟蔡总统交流 为什么讲这话 爆派都已经派成这样 苏贞昌也挑明了一副 我可能准备随时要下样子 其实我认为那是蔡英文最后最后 还是希望说不然冲的你老了来嘛 那冲的怎样 我要冲冲冲了 所以还是冲出去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内阁啊 就是一个民进党整个派系结构 整个权力分张 然后来阻挡赖清德 因为赖清德上任民进党党主席之后 他做了一件很猛的事情 他把三个副秘书长通通换成自己人嘛 那就代表说我就是没有跟你蔡英文 做权力的一个交接 没有做一个权力的评分啊 那蔡英文当然感觉得出来啊 你这个赖清德这么跃跃欲试 好没问题 你以为这个内阁是要来帮你辅选事吧 我告诉你绝对不是 你看就看这内阁里面有几个 到底有几个是赖清德的人呢 几乎是没有嘛 就勉强够的上边好了 说陈宗燕 陈宗燕出自于台南的这个系统 台南市的系统 但这个已经老远去了 说真的 不会有人把陈宗燕归在赖系里面 所以从这样的逻辑来看 我们接下来要看到一段时间是怎样 这个辅院党三个呢 辅院一系呢 跟党呢完全是不同调 所以赖清德其实是这一次内阁换完之后 头冒最大火最头痛的人 但是话说回来大家说那这个内阁有办法稳住脚吗 因为其实也不少的大家在猜测嘛 到底陈建仁是不是个短命内阁 搞不好三个月他就挂掉了 我是觉得如果蔡英文心够狠的话 第一个要发钱了嘛 那个钱的攻击虽然是苏珍昌奖在钱 但完成在陈建仁的手里 我分享一个这个故事好了 我刚好昨天去理法 那我的理法师是完全不管政治的 他甚至不知道谁是吴敦毅 不知道谁是陈建仁他对于 这个是很一般的老百姓他真的不看的 可是他关系一件事知道吗 他关心什么他关心说什么时候钱要发到我手上 所以谁发钱他就疏反 这个他如果要玩狠一点节哲而语嘛 反正我是一年多要下了 我可不可以在勒井库在9月再发一次 或者是等那个不吻我后面再发一次 说真的啦这个是最有用的 这个是最有用的 这叫马戏团哲学嘛 奥古斯都怎么稳住他的 所谓罗马元首的地位 不被像他的这个养父凯撒一样被刺杀呢 就让罗马市民爽一下就OK啦 所以我撒币是最有用的 我跟大家讲 不要觉得说这个很low 但是这个真的很有效 因为真的很多人不在乎政治的实质内涵 这个是事实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要来看这个是这个点 那回过头来我们再谈一下林佑昌 其实把林佑昌给扶上来 很明显他要做一件事 我们还记得吗 在过年之前的时候有所谓的 中生代四公子嘛 中生代四公子是谁呢 林佳龙啊 潘孟安啊 对 林佳龙 潘孟安 林佑昌 还有一个郑文燦嘛 哎 潘孟安去哪了 潘孟安因为他是新潮流 虽然过去跟蔡英文合作 但是他毕竟他是南部的新潮流 现在很明显嘛 赖清德为首是以南部新潮流这一系为主 还有以他在台南的在地势力 大家还记得吗 赖清德在党员的最后一战 党员向党员报告最后一战的时候 他当场在台南场是做最终啊 他讲什么 市长站起来 李游站起来 伊万站起来 我们把台南齐民会失礼 哇 很霸气嘛 所以其实蔡英文也知道 赖清德这个个性 我老娘能玩你一次 不能玩你两次嘛 190就被我玩倒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局里面 林佑昌啊 也是蔡英文另外一个活情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看扣子 为什么那么高兴嘛 因为他已经闻到那个味道了 大家不要低估啊 这个我们叫做要敬老尊贤嘛 你不要低估老人家的智慧 他已经闻到这个味道 他知道 因为林佑昌其实说真的 基隆市他真的是一个小地方 一个基隆市长跳到内政部长 这是大升迁 大家都知道嘛 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之下 第一大部是什么 是内政部啊 那再来最多钱是交通部啊 这两个部非常重要 因为真的钱很多事很多 内政部管的很多了 管民政管警政管消防 权力很大 而且会直接让老百姓 直接游港 为什么 管警政 今天这个所谓治安不好 我内政部长去那边做个秀 把警政所长拎过来 这边加几个巡逻车 是不是就搞定了 不要忘记 马来西亚女大生被奸杀案 当时台南的时候 我们看黄伟哲怎么作秀了 一排警车坐巡逻 然后把那边给照亮 点亮路边的黑暗 不是靠路灯 是靠警车的红蓝灯 这就是民进党惯用的作秀手法 所以他给林佑昌这么大的权力 讲白了 林佑昌有没有野心 他绝对有野心嘛 那林佑昌会服賴清德吗 不容易啊 如果我有机会 我为什么要服 所以林佑昌是一副妙旗 郑文昌刚才 波及已经讲过了 也是一副妙旗 还有林佑昌安排在总统的秘书团 还是一副妙旗 那总归一句话 还是以沧森为除狗 所以我还是要说一次 莫以沧森为除狗 请以沧森为几年 拜托对台湾人民好一点 你就剩一年多了 行点好事做点善事吧 新年新希望不口出二言 只希望蔡总统 算了6000块赶快发 大家高兴一下也就算了吧 新年快乐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 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 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强好康哦